你不是告訴他嗎? 中拾的幾歲是挺好的 我是一個現實生活的導演來的 我想拍一下你的醜惡 你也像是醜態的 你說我通常是拍黑衣的 你不是這樣做的嗎? 近來我Joyce Beauty買香水 那種香水只有Joyce Beauty買的 前幾天就說 去馬叔和狗婆去 有兩個女人 很漂亮 整個真是不認識 不知道誰是名媛的闊態 Joyce Beauty假日也很少人 因為是平日 只是沒有人 很貴嗎? Joyce很貴 因為是尖沙場 Joyce有一個corridor 在哪裏可以圍到本 五位租 Joyce買一瓶東西 一人不開擠 一開擠等於十年了 她買的 她買的就是這樣買 一次不開擠 還差等於十年 話說兩個女人 我們一起走 店舖只有我們四個人 一個售貨員很熟悉 一進去她已經跟我說 狗護士很久沒見 我說你好小姐 一段時間沒見 我就撿了幾瓶香水 狗婆買一些body lotion 手油水 古靈精怪又買其他 那兩個婆婆 那兩個婆婆 周圍就問那個小姐老闆 就試 首先試什麼呢 試hand cream 因為爆炸 就先塗一隻手 塗完一隻手 那個女生 我聽完她說 不要用的 不是 跟她的朋友說 頭髮的髮理行 有一隻髮理油 在那裏很出名 價錢也很貴 她就說 小姐 給人試一下頭髮 有些開叉 那小姐 就擠小小 去塗她的頭髮 她說 這樣怎麼試 就搶了那個女生 那枝東西過來 真的喔 刀東西搶了 然後擠一大堆 就塗到頭髮裡 那個小姐已經瞪著她 那瞪著她 瞪著她之後 就試完了 然後再走一個圈 勾勾自己試嗎 她說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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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有一隻東西 就是這樣弄 就用來塗頸紋 我撈她了 用去頸紋 那個人就問她 她說 小姐 我想問一下 這裡是不是有一隻塗頸紋 什麼什麼 那樣 那個銷子說了一句 很搞笑 那些銷子對人太多了 我真是 嘩 這個銷子很回復 小姐 你手剛剛才塗了一些髮理油 如果再用這隻手 塗在那些 就是 那些 那些 我怕你皮膚敏感 哈哈哈哈 你覺得很對 你真是 那個女人爹 真的磨著她 我老婆說了兩個字 笑到我 你老婆說什麼 黑衣 哈哈哈哈 就是你老婆 有時候都站著我 哈哈哈哈 不是 真的是黑衣 你來買 你來買 她只是玩的 進來 這些人 只是人渣 真的人渣 到時候 人家對的態度不好 她又說人家的態度不好 她根本不是來買東西 你根本上是 這些最好 都放在第三世界 症狐大 等於你 等於以前 你那時候被人拿奶粉彈 那些 那些 那些病人 朋友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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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病人 那些病人 我也不怕說什麼 叫阿母 這個病人 那些病人 就打電話來 我不知道是誰 我打來 我說 母哥 我叫什麼事 母哥 那些大叔 我想問你拿去立威大 那些大陸朋友 我說現在我們沒有了 不訂了 我們公司已經沒有做 我說 委哥 委哥不行 不訂了 我不如一盒 試一試 怎麼買飯 那四百多元一盒 你可以先試一盒 或者你出去就要房買 房買可以不可以 那你過來買 好 那星期以來拿 特地叫寫字 我拿了兩盒放在這裡 放到今天 這些是混蛋 我告訴你你要收錢 我打了整個五六個電話 在做事都不斷打來 我告訴你 好了 你說好了 他不來拿 阿母你只是含家產 你混蛋 因為你要收錢 那人不來拿 我告訴你 我以前做生意很多賊匪 你以後要搞我的 當少了一個電話 你不要煩我 那些傻子 第一 要不用錢 要老面 第二 還要你多謝他 不收錢 還要是你多謝他 是是 多謝你關照弟弟 有的有的 我心想 我屌你有沒有辦法 是不收你錢 大哥 那些傻子不是我 是我都收你錢 還要收雙倍 那些傻子 那些傻子很傻子 那些傻子多 那些傻子 那些傻子 那些傻子都不傻子 那些傻子 那些傻子 有一次 那個傻子跟我說 那些傻子 出來談一件事 我電話談 然後我懷疑了十年 第一件生意 他說不行 有什麼事出來談 才談到 我說有什麼事可以在電話談 他說出來談 我們在什麼什麼酒店 我說好啊 不要 那間酒店比較低級 我說不如這樣 我約你 那是誰要吃你一餐 你又知道 我約了他 他是那個Panisha 那個Coming Shop 他打電話給我 我已經訂了位置 我留了狗護士 幾點鐘 我說你進去 先開了 我要回頭接 他說那行 他去到 他有狗護士 為什麼不見你 我說 什麼 你說什麼 我懷疑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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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事不談 你要趕就趕了電話 對呀 你現在還這樣 這些根本想搶你 一餐來吃 我懷疑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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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問題就是 你打電話來這樣騷擾我 我就要應付你 都是虧了精神 對呀 這些狗是真的 很老實 狗都不是出去撈東西 你不是撈大陀的東西 幾百元你都沒有 你有沒有搞錯 很老實 大人大隻 你不要說幾百元去搞人家 你說幾百元去搞人家 我都不想再理會這些人 因為這些人 整天都打不下來 你沒想過會手機電話 也要的 遲早的 還是會手機電話 一天把他手機電話飛進去 飛到警局那裡 飛到警局那裡 現在不飛 狗狗都飛不到 我飛到警局 我可以去警局 查到的 你飛到那些什麼 一流一機電話 什麼我是啊 大波連的那些 你飛到那裡 飛到警局 他們會來打電話找你 那也是 那好吧 你還有沒有話說 暫時沒有話說 暫時沒有話說 我們錄下一集 阿妹什麼時候會來約我 阿妹 昨天打電話給我 約我吃飯 不是 那阿妹就說一件事 有件事想問你 牛醫生 我關心阿妹 阿妹就說 話說她去一間減肥中心 人家就說 有一種軟紅外線減肥器 那不是人手風空嗎 這件事我厲害 人手風空 人手風空的阿妹 人嘴風空的我最厲害 專門打這個球 話說阿妹就說 把脂肪打 即是那個人就說 介紹一隻肌肉 就把脂肪打散 他之後 在淋巴排出體外 就跟阿妹說 那個人就暈倒了 對阿妹有空去北韓去旅行 去旅行 怎麼可能脂肪打散 不能夠 看營養師說 不要女生記住 早上不吃早餐 因為大部份會 用了你身體的肌肉 去製造血糖 同一時間會更加脂肪 所以大家不要節省 即是不吃早餐 有些人覺得不吃早餐會肥 阿妹有沒有不吃早餐 阿妹好像經常都不吃 阿妹好像經常都不吃 那時營養師就教我 不是我們醫院的營養師 我認識過營養師 有營養師 有營養師嗎 偷女兒認識她 上網追回來 真是做營養師 她講過營養 她不是很好營養 沒甚麼營養師 沒有甚麼營養師 沒有甚麼營養師 沒有營養師 沒有營養師 他就教我一件事 早餐早餐狂吃 你有多少吃多少 總之狂吃 吃到你真的飽 飽到鬧為止 因為早上起床之後 不會睡覺 下午吃少許的食物 到夜晚晚 適量可以吃水果 充量少吃 便宜啊 營養師 很瘦 很瘦 影響式吊 你頑竅鬼嗎 我頑竅鬼是沒有幫我 妹妹 你瘦就算了 不要搞那麼多 妹妹已經很瘦了 吊我經常做得自己肥 那就不要了 我們去吞一下精算 妹妹 你不要聽牛醫生說 你要吞就找我 這些東西我幫你忙 你說那些不領的吞精 吊什麼 吊什麼 你找我 你不想找牛醫生嗎 我告訴你 這幾年我們做什麼做得最多 你做壞東西做得最多 什麼最厲害 壞東西最多 我們說話多 真是做不得做 如果他壞東西做得最厲害 那我們下一個topic 再講 好 大家就這樣 拜拜